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加上我们捷运现在是53亿多 就是38亿加上53亿多 那也许我们就会有超过市府高达90亿的一个负担额 那可能就是不只是完全会超过我们的举债上限 也可能会就是让我们目前的负债增加150% 那基本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我们不再会去编列物价波动后的这个55.12亿 来作为我们新建市政大楼的一个预算费用 而我们会考虑跟民间来合作 来打造新的市政大楼 市长谢国良表示 新市政大楼的新建采取跟民间合作开发 一方面减轻市府的财政负担 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招商增加就业机会 那我们会参考新北第二行政中心 或是俗称新北市新店行政园区 我们将结合民间的力量 合作开发成为复合式的商办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引进 最好的企业 最好的厂商来跟基隆市来合作 假如盖了商办 我们认为也可增加基隆在地的就业 增加基隆在地的就业 而新市政大楼大概会有多高 市政府初步预估 应该跟旁边的港都明珠大楼差不多 它这边高度如果像旁边的部分 最近有一个建案的了解 我们它的高度可以达到100公尺 30就是港都明珠的部分 因为它仅邻这个港都明珠 所以如果比照这个当地建案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盖到30层楼 不过这还是要看未来的这个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再去考量 不过它的这个高度的确是可以在 在这个允许的使用范围内 尽量的去透过建筑设计去处理的 市府表示新市政大楼的开发 未来是基隆公司协力新典范 搭配有轮靠拨 行锁中正路成为东岸景观大道 将为基隆都市再生带来新契机 记者黄恩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针对基隆捷运的推动 市长谢国良表示 他们会追加千万元预算 成立基隆捷运专责办公室 并邀请有经验的捷运人才进驻 协助推动捷运的各项工作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因为基隆没有捷运局或捷运公司 因此在推动基隆捷运方面 市政府计划在交通处内 成立一个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 因此在年中会提出追加预算 他恳请议会能够支持通过 交通处里面的科 它有一个交通规划科 那它是做各项的交通规划 包括公车 铁路 客运等等 如果还要在专责负责 捷运的一个规划 那目前真的是会捉襟见肘 所以最好的方式 我们也已经都编列好了 所以可能外界不知道 也关心我们就特别提出来 也请议会的议员拜托支持 我们今年年中已经提出的 112年追加预算里面的科目 在交通处捷运专案办公室 一个这样子的计划 所以本府真的是有努力的 在准备让捷运要进到基隆来 所以我们才要去做很多预算的规划跟调整 包括说把一个原本我们可能会负担到 38亿左右的一个这样子的市政大楼预算的一个案子 来做一个方向上的调整 这个捷运专案办公室将会邀请专业人才来主持 在捷运的营运 新建联合开发 他们都会是有实务推动经验的人才 还是在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底下所指导的一个单位 不过这个主持人就如同我讲的 我希望就是要一定在捷运新建 捷运运营运 捷运运运 还有联合开发 这三个领域上面都要有一些实务经验的 过去的一些相关的资深公务员或资深经理人 因为如果是公司就是经理人 来担任 这个是本府对于捷运专案办公室主持人的一个期待 金融市长谢国朗强调 外界都很关心金融捷运的进度 他们会很努力的来推动金融捷运 在各方面来进行沟通协调 但是53亿真的太多了 希望中央尽量在经费方面 能够体谅金融市的财政负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采访报导 金融市政府举行一销总队长布达 市长谢国良宣布 议员曾继言担任新任总队长 并颁发聘书 谢国良表示会逐年增加消防人员原格 编列预算 添购各项车辆与装备 强化整体的消防战力 金融一销总队长举行布达典礼 新任总队长由市议员曾继言接任 我想今天接任我们金融市义勇消防总队的总队长 我想未来对于我们一销的训练 以及一销所有的福利以及福祉 我想我跟我们的谢市长一定会努力来争取 那我想我在一销一百年就在一销里面担任 那个在有在职的那个顾问 那我想对于一销整个的了解 跟我父亲长期在一销里面工作 我想对于一销整个工作以及团队的经过 我都非常非常的了解 那未来还是会对我们的一销所有的福利 来争取最大的权益 交界典礼上包括金融市各界地方师生 市府及一销同仁大约200多人官吏 金融市长谢国良说一销同仁很辛苦 予诺逐年增加一销人力添购设备 我们非常重视一销打火弟兄姐妹的各项权益 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冒着他们的生命 在第一线为我们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来护卫 那未来我们会跟消防局跟局长 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一起来努力 来让我们一销的弟兄姐妹 跟我们锦销的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继续努力 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来努力 也恭喜我们的曾总队长 因为他们两代其实都是一销 那我们也了解他们做事都是非常的投入 那未来我相信一销有什么要努力要打拼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这位总队长一定会这个义无反顾 一定会好好的为一销兄弟姐妹们来好好打拼 市长谢国良也期许总队长就职之后 带领一小伙伴协助消防局执行勤务 让金融市民居家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长期投入公益活动的金融市天协者慈善协会 与天爱社会服务协会 这一次捐赠了300公斤的白米给金融市社会处 来帮助弱势族群 让人倍感社会温暖 金融市政府 温情满人间 长期投入公益活动的金融市天协者慈善协会 与天爱协会这一次捐赠300公斤的白米 给金融市社会处 来帮助弱势族群 让人倍感社会温暖 其实是由一个爱心的捐助者 捐助了一笔款项 那由天行者来制作成爱心的米 来捐助给金融市的所有弱势家庭 我们这一次非常开心 是跟金融市政府的社会处 一起合作办这场活动 点滴汇聚大众的善心 将爱的力量传递出去 副市长邱佩玲 社会处长杨玉心 与社会处的同人亲自到场 感谢这一份充满祝福的力量 这两个单位 天行者跟天爱协会 他们愿意在这个时间捐赠这么多东西 尤其在疫情期间还有通货膨胀 让很多金融的弱势家庭非常的辛苦 再一次谢谢 有人愿意跟我们一起 让金融变成更有爱的城市 温暖继续蔓延 让金融成为温暖之都 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金融市政府积极强化国际教育 着重奠基软实力 国外友好学校再加一 泰国罗永府光明学校 是金融第19所国外友好学校 近日抵达建德国中入班共学 两校学生体验双方的教育文化与民俗风情 在课程与语言的交流活动中一同创造宝贵且难得的回忆 陆班上课练习中文听力 这一群来自泰国罗永府光明学校的师生 完成两年前就要来台湾的交流计划 体验不同的教育体系和学习方式 我们很高兴能来到美丽的台湾 见德国中 我也希望自己能说到 很好的机会成长学习 来这边学习 我们都很高兴 开心 也要跟他们一起尽量学习 这一次呢 他们利用他们在放暑假的期间呢 来到台湾 那他们希望藉由这一次的学习活动呢 增进他们的中文能力 教育处这边也非常的感谢 我们707跟809的导师 愿意呢 一起来接待我们这群学生 所以非常感谢 也因为有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基督的孩子 在国际教育这一块呢 开拓不同的事业 那也建立我们两国的一个情谊 除了语言交流 泰国罗永府光明学校的同学们 带来国乐 泰国舞蹈及歌唱表演 建的国中 同时也是基隆市户外教育 及海洋教育中心 特别安排太方师生 体验独特的海洋文化 把基隆之美传递出去 这一次的课程安排 泰国跟我们建的国中的孩子 共同绘制黑板墙 还有我们到和平岛地质公园 去参观整个基隆的美景 然后也到海大小停马的后面去做独木舟的体验 让孩子能在几天能够快快乐乐的学习 让世界走进台湾 见得国中学子接轨国际 把握着难得的机会进行交流与学习 他们来我们还蛮开心的 就是我们班很热情招待他们 希望他们在这里应该可以学到更多的中文 讲得可以更留顺 学生们认识泰国文化及教育系统 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 体验不同的学习方式 同时打开视野 游泳不用出国 就有国际素养 与国际交流的宝贵经验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阿蕙啊 头前是怎样啊 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为什麽 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哦 啊你是说要花旧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 我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啦 这样才安全啦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由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课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怨仰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有记者推销后创业 当起串烧居酒屋老板 从拍美食变成创作美食 运用基隆在地的浓鱼特产 做出烤物炒饭 还有超浮夸的海鲜锅 趁过疫情 议长同姿委前往肯定与祝福 这祸气十足的炒饭 粒粒分明 鲑鱼卵的鲜甜 直接完美融入饭里 入口后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不止炒饭 还有这超过十只肥美的鲜虾 两只三点蟹 小卷 蛤蟆 锅底还有丰盛的蔬菜 菇类火锅配料 超浮夸的海鲜锅 运用基隆在地新鲜食材 暖暖的汤头 全是基隆海鲜精华 前天晚上去看妈店才买 那隔天就回来处理一下 对 客人吃了也比较安心 就比较新鲜 那东西就是新鲜好吃嘛 那也不用过多调味 古代十大好鱼榜首 翁阿鱼 运用一叶干制作手法 加上高超的烘烤技巧 皮脆肉细嫩 一入口满是香甜 业者也运用巧思 创作可恶 像是牛肉包虾子 肉片包凤梨 培根包干贝 超受老头欢迎的烤物 在业者熟练的烤法下 保存了食物最鲜甜的味道 像我们鱼阿鱼 古仔鱼 鱼叶干 也是前一天 然后回来杀一杀 然后要隔天 然后要风干嘛 那我们刚刚吃到一个牛肉包虾子 非常特别 全基隆大概只有这边有 烤牛肉包虾子 而且味道非常的美味 而且它的酱料是特调 非常独特的 那这边还有这个锅物嘛 那炒饭等等 发扬基隆在地食材之鲜美 又能面对全新挑战 生活议长肯定与鼓励 从记者转换跑道当老板 阿勇将历年采访美食的精华融合 如今创业 熬过疫情再起 要用美食温暖掏客的味蕾 疫情这段时间呢 其实在各行各业的这个营业 大概都受到一定的冲击 包含我们餐厅 那餐厅当然大家经营的很辛苦 在疫情后这个时代 我想大家都在寻找美食 那很多外地来的朋友都来基隆 找一些居酒屋等等 来基隆就对了 食神的海鲜 食神的勇哥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那勇哥也是大家好朋友 那我们应该鼓励这样子的这个创业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好吃 然后一个好休闲聊天的一个好地方 像我以前我们两个以前 我也是媒体嘛 那就是经常跟议长 然后出去采访 然后采访一些美食 那我觉得议长真的是很亲民 然后又 谢谢是你带我吃片各地的美食 今天也是对业者来讲 参与业还不管各行各业 都是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像我们餐厅也是啊 根本就是开店 根本就是没有人敢来消费 所以说我们也是这样应称 称到现在 那就是希望说疫情现在比较缓和一点 然后希望说客人 可以安心地来这边消费 一直鼓励创生与创业 议长佟子伟以行动支持 与创业者一起将鸡肉之美 推广出去 记者黄少敏 蔡小军采访报道 现阶段遇到蛋荒 想要买到鸡蛋不是很容易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关怀失智长辈 特地到位在信义区深奥坑路 由财团法人基督教研及恩典基金会 基隆新生美教会承接的信义区失智据点 捐赠300颗安心鸡蛋 给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主管的 全市六个失智据点的长辈们共餐使用 帮失智长辈们补充营养 也请刚好会到各个失智据点的 市立医院护理师们 协助平均分送鸡蛋 到其他五个区的失智据点 希望借由教会 然后捐赠这些的鸡蛋 给这些我们失智的老人 当然我们也是感谢我们卫生局 我们的科长的协助 会借由他们的协助之下 再把这300颗的鸡蛋 分别送给这六个失智老人的单位 然后也希望这些长辈们 都可以借由鸡蛋来去补充营养 那未来秉均的话 也会来持续来去关怀 我们更多的这些失智长者 然后也期许让他们得到 更好的医疗的照顾 然后也让很多的长者 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信义区失智据点 基隆新生美教会牧师 和主管单位卫生局保健科长 也代表六个失智据点的长辈们 回赠关于失智长辈的书籍 给市议员张秉均 更感谢他对失智长者的 关心和爱心 那议员呢 他有这样子一个资源 我们非常的感谢 来给教会的这些的年长者 能够有机会 一起能够来享用 我们非常的开心 其实呢我也感觉到 这个就好像我们的市长 大家长说 这个有爱的城市 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城市 我们先看见有爱的议员 我相信教会也是有神的爱 神也愿意爱世人 所以今天来到教会 我们也欢迎喜快乐 也给我们弟兄姐妹们一个学习 有爱的付出的机会 也谢谢议员跟他的同仁们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非常的感激 谢谢 谢谢益座这边捐赠的 现在很夯的一个蛋的 这样一个给我们市制据点 那事实上我们时常在社区里面的活动 我们都鼓励我们的长辈 尤其是我们市制的长辈 都可以出来走走 所以在据点的长辈 听到今天有这样一个蛋的捐赠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那我们都知道政府的力量 是很有限的资源很有限 但是民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也多多益散就是民间有任何的资源 都可以挹注到我们任何的市制据点 或是我们在社区里面的 各样的长辈的活动 那今天再次谢谢益座的一个捐赠 让我们的长辈是又开心 又可以得到蛋白质这样子的营养 谢谢益座 张炳君也和正在上画画课程的长辈们 亲切打招呼 参观长辈们作画的情况 长辈们也非常感谢张炳君的爱心 送安心鸡蛋为他们补充营养 也开心的和张炳君合影留念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有一位家长在基隆人社群发文 说这个新儿入卫福部基隆医院对面一带的暗像 出现了一位变态的肉鸟侠 吓坏了孩子 基隆市议员何淑平近日就办理新一路监视器的会刊 特别建议要加装监视器 警察局回复 目前尚未接获民众报案将会加强巡逻密度 两名便服猿警出现在上道内巡逻迁道 因为有民众日前贴文 这里曾经出现六鸟侠吓坏女学生 一位家长在三月贴文反映 家中孩子在基隆医院对面的暗像 遇到一位六鸟侠提醒周边的学生要注意 而受到惊吓学生还不止一位 基隆市议员何淑平办理新二路一带监视器会刊 要及的理办公处和辖区派出所会刊 针对照明设备和监视器问题进行研译改善 在这个基隆人的一个群组里面 有一个受害女学生的家长有呼吁 就是说他女儿上个礼拜 在这个鼠基对面的巷子里面遇到了变态 那也请警方正视这个问题 之前有民众到何淑平服务处来建议 就是鼠基对面的巷子里面有比较有阴暗的地方 那何淑平服务处办理会堪邀请相关单位 我们请公用客针对这个路灯 这个更换瓦数比较大的一个灯泡 那第二个请警察局在主要路口设置监视器 那第三个请警方在新二路247项 增设巡逻箱 加强巡逻的密度 避免治安的死角 不过警察局强调目前尚未接过民众报案 有关报载本所辖区 布立基隆医院对面向内有肉鸟匣及活顺功能情势 警察本所近年来均会有相关110专线 或者是民众报案记录 然会确保民众安心 本所已立即将巷口的巡逻箱移置向内 也将持续加强周遭治安维护 若有发现不法情势 必将严查就办 警察局表示 附近主要道路都有监视器 对于往来车辆和人员都有监视的效果 会在加强巡逻的密度 也会进行侦办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道 为了让小朋友尽早建立口腔保健的观念 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办理小小牙医体验活动 邀请新美幼儿园的小朋友参观牙科设备和环境 并透过绘本故事说明 让小朋友们不怕看牙医 而是爱上看牙 卫福部基隆医院牙科主任蔡婉如 让小小朋友躺在诊疗椅上面 用幽默轻松小小朋友又听得懂的语言 介绍牙医生用来帮病患看牙的器具 以及基本的结牙观念 启发幼儿对口腔健康的保护和兴趣 这是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办理的 小小牙医体验活动 邀请新美幼儿园小小朋友们 参观牙科设备和环境 并且透过绘本故事说明 让小朋友不怕看牙医 而是爱上看牙 我们最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可以推广 有关幼儿口腔保健这一块 那我们会借有两个层面 先让孩子们可以接触跟熟悉牙科这一块 第一个他们直接利临 卫生福利部基隆医院 牙科部的部分 那他们可以直接在诊疗椅上面 直接躺到诊疗椅上面 然后看到牙医师的工具 包括说我们平常洗牙 或是清洁牙齿的工具 他们会发现 其实牙齿的工具可以喷水 甚至可以做气球 那这是实际让他们 职场体验的感觉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会有护理师 他们会亲自教导 他们有关被试刷牙法 然后透过绘本的引导 让小朋友发现 真的每天一定要至少刷牙两次 那在学校的中午的时候 也要采用牙膏 去做被试刷牙法的清洁 所以希望借由 在校园端跟医院端的整合 让家长们可以更轻松地 引导孩子们 对于解牙这件事情的喜爱 以及半年定期检查 突破的重要性 牙科主任蔡婉如 也特地准备牙齿形状 可爱的带糖糖果 以及变身为气球达人 用牙医使用的喷枪吹气球 现场边讲解 边用气球折出一把剑 送给答对问题的 小小朋友当奖品 让小朋友们更喜欢专心听讲 寓教于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欣市政 送回来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